台北市议会是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中,就市长高宇宙在本月12号提出的19点执政总报告,提出了总庭。 其中,现役市政府确实推行行政革新措施,加强继承组织,可以授权给新级单位办理的工作,化规需工作办理。 在实施平均地前工作中,要保障人民的权益,迁行社会福利工作,要加强新建平价住宅,并且新建国民住宅,解决台北市住的问题。 在教育工作中,市议会请市政府注意提高校园服务的情绪,也解决二部式教学的问题。